我们现在就来探讨 做梦的三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要探讨梦境 第二个我们要来探讨 梦境显示原明记得 第三个我们要探讨的 老法师开示的梦境对修行人来讲 是很大的警惕 今天我们就要谈这三个重点 对我们都很重要 首先我们探讨一 就来谈梦境 金光老法师开示说 佛在大经里面讲 梦境有四种因年会做梦 就是心会献梦境 第一种是树叶 过去中所造的 你的阿赖耶里面有这个种子 有时候在梦中会梦到这个境界 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去见过的 的事情 没有想到够的 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个梦呢 有人一生都没想到 也没见过 可能你前生曾经想过 做过 你的阿赖耶里面有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起现行 老法师说 各位要晓得 我们在睡眠的时候 是不如清醒的时候 清醒的时候 意志比较容易控制 但是睡眠的时候 意志就不能控制了 不能控制 所以在多生多劫之前的树叶 有时候会现行 现行就是种子会浮现出来 种子起现行 控制不住会现行 所以会做很多奇怪的梦 有这些梦境出现 这是第一种树叶 过去生所造的 那么第二种是妄想 心里散乱 妄想会做梦 这个妄想的时候呢 我们也常说呢 日有所书夜有所梦 这是有道理的 第三种 有意照的梦 就是未来的事情 明后天的事情 或者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 你在梦中就出现了 这种种的意照的梦 就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陈怡伯 他29岁的时候 他有一天晚上梦见 他父亲跟他讲 你今年要死掉 你可以去求一位绝海 他没有讲绝海是谁 后来可能意到绝海了 这就是这里讲 有意照的梦 由此口之内 三世因果是真的 不是假的 如果要是不通三世 怎么会意先有意照呢 这个意照就是未来的事情 怎么未来的事情 已经知道了呢 所以是因果决定通三世 过去现在未来 在这边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几年前 我们以前叫台北县 现在叫新北市 有到过台湾来旅游的人都知道 我们新北市有一个平西放天灯 就是台湾非常特殊的一种习俗 放天灯的活动 就在我们新北市的平西 那有一次平西相公所 一位姓林的居士来找我 他也是学佛的弟子 本身是国立政治大学的硕士毕业生 他因为学佛的关系 他去考公务人员考试 考上又分发到平西相公所 他竟然志愿要当管坟墓的 他就负责管公墓这个工作 林正寇里面有专门管公墓的 他有一天就来找我 这位林居士就说 黄居士我听说你都在帮人家助练 而且你很慈悲 那么现在有个工作请你来帮助我 我说什么工作 他说我想要超度 我们新北市瑞芳镇 九分地区还有平西地区 所有公墓里面的这些亡魂 听到之后这个亡魂 我就心里打一个韩战 九分也是台湾的很有名的观光景点 很多观光客都喜欢到九分去玩 我说这三个地区公墓的亡魂 总共加起来有多少 他说根据我统计 从祝祭时代开始起算 大概有五十万的亡魂 我一听到五十万我两脚就花麻 我说你不要找我 我没有办法 我不是法师 他说你有办法 我说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到佛陀基金会学奖金 我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 佛陀基金会的简峰文巨次 简峰文老师 我说老师我不敢去 这五十万亡魂我哪里有那个功德力 简峰文老师说 哎呀那你要慈悲啊 你是修地藏法门的啊 你要学习地藏菩萨精神啊 地不公私不成火啊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啊 你应该去超度他们啊 我说老师我不敢啊 他说地藏菩萨会加持你啊 好 老师讲完又说 好吧 老师记得的时候我就去做了 我还没去现场勘察 我就先做了一个梦 就这里讲的 有依照的梦 我就梦见了 我到一个山上去 这个崇山峻林的 山都很高 里面就看到 一间很大的建筑物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里面有骨灰坛 骨灰坛就是装古 往生者的骨骸 那个骨灰坛 那台湾的骨灰坛 有时候大概都是这样 那日记时代的骨灰坛都很高 有些是磁器座 有些是陶器座的 后来我就梦见了一个佛桌是新的 然后中间有一尊阿弥陀佛金色的很高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金炉 都没有用过 然后这栋建筑物的前面 有一个喷水池 有一个车辆的回转道 我只梦见这样 这个平西乡公所那个公墓 我还没去过 我醒来又跟我家师姐说 我们有一间房子在山上吗 因为那时候我讲的时候还在梦见 我是觉得说你在胡说什么 我们哪里有房子在山上 后来第二天我就带了一位马居士 到现场去勘察 一起现场勘察 就是我梦见的那个建筑物 就两层楼高 再加地下室的 平西乡公所的纳谷塔 然后它前面有一个喷水 只是车辆回转道 然后那个纳谷塔里面 我也看到在梦境里面见到的骨灰坛 是淘气座的 很高 差不多一个膝盖高 那再来呢 里面空空荡荡的 有新的骨灰坛摆进来 那还见到那个中间的佛堂里面 有一尊阿弥陀佛金色的 在梦境就见过了 然后那个佛座也是新的 它上面都是灰尘 然后前面一个金颅一字箱都没插过 很大的一个金颅 我们一般佛寺里面那个金颅 有三只脚的 后来我勘察回来以后呢 就了解说这就是要做超度的现场 后来我就去拜访了一间佛寺 可是那些佛寺的法师 你不敢出来做这个佛寺 后来我听到连友跟我介绍 在我们台北市闻山区 就是木炸地区的山上 有一间佛寺 有一位法师修得非常好 他的借力持得非常的清静 他是此不作经济 我就去拜访他 那我就跟他讲说 有这件事情要超度 人家找到我了 要超度这些瑞芳 九份 还有平西项目这些公墓的 这些五十万个亡魂 那位法师被我的自诚心感动 他说我不收你一分钱 也不收你一分供养 我免会帮你做这场法会 而且要做甘露大法 而且跟你请三师 连我在那三师 帮你做甘露大法 我非常高兴 那我就去找我一位朋友 我说你出一半的钱 我出一半的钱 我们大概错几万块 要买贡品 要搭设这个帐篷 还要把这个催机运过去 要煮这个树灾 要供养这些幽民界的众生 还要租流动厕所 那我就花动连流 就开始选择 原来约定的那个时间 就去那边做这个超度法会 那早上法师还没有来 我们就先送地藏经 送完地藏经以后 快到中午的时候 三位法师 祖法的法师 就到达现场 祖法法师还没有到以前 我送完地藏经以后 为这些幽民法教师 讲地藏经的大义 然后呢 这三位祖法和尚 就为我们举行这个开光大典 把这尊阿弥陀佛开光 那当时因为这个地方 为什么它不能够启用 我当时就是了解以后才知道 原来是被这个平溪沟墓的 隔壁的一块地 是我们这边一家大型的企业公司 是那个土地是它所有的 它专门在做什么 在做这些建筑的工地 它要到一些绘土 到平溪乡公所这个附近的山基 也就是这个公墓地区 这个附近 它要到它的绘土 因为它请到绘土 引起这个乡民的反对 抗议 所以这一家建筑公司 就气急败坏的 把通往平溪公墓的这一条道路 用两颗大石头把它封起 因为那一条路是属于这个建筑公司的 它就不让乡民使用 乡民就没办法进去祭拜 也没办法进去安放这个骨灰坛 所以阿弥陀佛像就一直没有启用 金如没有其他演绎在这个地方 其实接这个阴隶 叫我去把那两块大石头扳开 那我就跟派出所所长讲 某一某日 我的师傅要来这边做法会 麻烦你跟建筑公司经理讲一下 把那两块石头暂时移开 让我车辆进去 我要摆供屏 要搭设帐篷 还要放流动措手 还要加受音响 那我就带志工进去以后 把那个纳古塔里面 全部布置成像法会 弹成那个佛道 非常的庄 两边全部挂佛像 挂阿弥陀佛的佛像 那我再分成两个会场 一个是内场 一个是外场 胆子比较小的坐外面 外场 胆子比较大的 比较精进用功的 这些老修行人 就坐在里面 跟法师主法和尚一起共修 那当时 法会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坐在外面的老菩萨 心脏都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磁场不一样 它毕竟是一个民间的骨灰塔 里面有很多亡魂 再加上我们要超度的对象 有五十万个亡魂 全部都到 一直从早上诵地藏经 再讲解地藏经 然后在佛像开光大典 然后在下午坐甘露大法 大蒙山法会 一直坐到晚上 要去坐的前一天晚上 我有个连流叫连师姐 做了一个梦 梦见什么呢 梦见那边很多魂幕 有人哭泣 有些魂幕是空的 有些魂幕是里面有人哭泣 这我们叫做什么 这叫首饰鬼 那为什么有些魂幕是空的呢 已经到人到了投胎了 所以民间有时候有一种说法 他说人有三魂七步 这是道家说的 一魂所在魂幕 一魂所在神子牌位 一魂是被抓到地去 这是民间的说法 这三魂有一魂是在神子牌位 一魂是在魂幕 一魂是在阴间受报 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那我们这位连书姐梦见 梦见有些魂幕是空的 里面没有人 也就是说那个神事已经去投胎了 那个灵魂去投胎了 那里面有人哭泣的 表示是所思鬼 还在鬼道 沉沦不能来人间投胎 或者不能到天界 后来我们这位连师姐就梦见 有一位鬼王用扁担挑着米楼 就是竹子边的那个米楼 上面都是我们准备的贡菜跟白米 他的梦见看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摆了贡品 鬼王就挑着扁担 挑着这两楼的米楼要进去 或者他回头一看 瞪着我们这个连师姐梦见 那个鬼王眼睛射出绿色的光芒 连师姐第二天过来 老师我做这个梦 我说这表示鬼王来分配食物 给这些众生食用 后来那一天的华会 做得非常的殊胜 那个磁场真是好 农天翻喜 诸佛翻喜 幽民众生翻喜 这是刚才提到说 这个有依照的梦 我还没有去超度 就已经先梦见阿弥陀佛 梦见佛桌 还梦见那栋骨尾塔的这个大楼 很神奇 那现在当然那边就启用了 阿弥陀佛耶伦去詹里 就是这里讲的 第三种是有依照的梦 那么第四种 鬼神祝梦 鬼神来托梦 这个也是有因缘的 比如说我们祝梦梦到过去的 已经往生的家亲见属朋友 老实上说地上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 管是梦到这些家亲见属的 已经顽固的 都是他们有困难 他们在受苦 有痛苦 要请求你来帮助 来超度 梦到这种情形 在第二天内我们学问要知道 你可以在第二天内给他送一布金 或是一卷金 或是给他念佛几百声几千声 回向给他 这是帮助他 或是你梦见了 愁眉苦脸的 贫穷可怜的 就表示他们这些往往是在鬼道里面 你也可以烧一些纸钱给他 这是鬼神祝梦 那么可不可以烧纸钱给他 这等一下我们会讨论 我们先讨论说 第四种这鬼神祝梦 我亲自碰过 我内服这边也为连柳王祭司 他的母亲私病叫我去带连柳 到我宜兰的老家内 为他的母亲送地藏金祈福 或者送完地藏金回来以后 当天晚上 我睡觉的时候 我睡觉的地方 就是现在电视台那个位置 左边是窗户 我梦中就很清楚看见一位老先生来找我 我梦境 梦中就知道 他就是我们这位连柳王祭司 已经顽固的父亲 这奇怪 我也没见过他父亲 也没看过他相片 但是他梦境一来 我就知道说 他就是我们这位王祭司的父亲 这什么鬼神会有意念跟你沟通 他会告诉你的灵性 他会告诉你的灵魂就是我是谁 是用意念沟通的 然后他在梦中就跟我讲 他说黄军官啊黄基士啊 请你送地藏金给我好不好 就这里讲了鬼神入梦 我梦境醒来以后啊 我也忘了 我也没理他 没有照老和尚说了 第二天就送地藏金给他 我梦境中也没有答应他 他也知道我没有答应 第二天晚上他跟我太太入梦 我太太是很少做梦的 我妻子啊 我家四姐她很少做梦的 他第二天醒来跟我讲说 那个王祭司的父亲昨天晚上来找我 他说要求你送地藏金给他 我说我知道啊 他前天晚上就来找我了 他说那你就送地藏金回向给他吧 他一定是在受苦受烂啊 我说好吧 那我就送地藏金回向给他 这就是老和尚说 鬼神之梦确实是有的 老和尚说啊 他大概在二十几年起 他在讲这个开始的时候啊 老和尚说他有一个朋友 梦到他邻居的太太 他跟老和尚报告这个梦境 那个邻居也是他的同事 那邻居的太太过世的 这位呢 老和尚的朋友呢 他一个星期之内梦见三次 说他很苦 这个倒是老和尚在美国讲解说的一个故事啊 那这位老和尚的朋友呢 他的邻居的太太告诉他说我要钱啊 请你帮助我好不好啊 他觉得很奇怪啊 梦中的时候忘了做梦 也忘记说对方是死掉了 他还在梦中跟他讲话呢 你怎么去跟我要钱呢 你没有钱用 没有钱花 他灵机的太太死掉了 但是他梦中还跟他讲说 你不用跟我要钱 你应该跟你先生讲才对啊 然后那位王文跟他讲说 我先生没有钱 我求你帮忙 那后来呢 老和尚这个朋友醒来以后呢 想一想说 那他的邻居是基督教徒啊 这个女众王文的先生是基督教徒啊 基督教徒不想这些的 他也不少主钱呢 他不败主仙的啊 所以后来老和尚的朋友就说 那他这位邻居的太太 一定落在恶道 恶鬼道里面啊 才没有钱用 后来他就来告诉老和尚啦 他说一星期梦见三次 老和尚就告诉他说啊 他既然求你呢 他先是用基督徒 你就烧点纸钱给他吧 后来呢 这位老和尚的朋友呢 烧了纸钱给他们年纪的太太以后呢 就再也没有在做梦了 可见他是来求帮助的 这叫鬼神入梦 以上呢 这四种梦境 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树叶 我们阿赖意识里面的种子 起现形 第二个 妄想 日有所事也有所梦 第三种 有意照的梦 有时候是活菩萨 菩萨上神 有时候会来提示你 也是会有意照的梦 第四种 鬼神入梦